早上十点不到 震撼生计测厅就积满了钱来捐血的人潮 公司也特别开放会议室让大家休息等候 每半年举办一次的捐血活动已经成为常态 震撼生计等高一呼 周边企业以及社区也共同响应 一起晚秀捐热血 为响应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理念 震撼生计在今天举办一人一代 震撼相拜的捐血活动 这个活动是由我们的大江长吴正邦董事长来做号召 并特别邀请了内政部的省则方省市长 共同到现场来支持 同时也号召了周边的政府单位 邻里民居一起来共享盛举 然后将吴市的爱心化为实际行动 共同为血库注入心血 及时提供帮助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 为了让捐血民众能够缩短等候的时间 捐血中心这次派出两部捐血车因应 震撼生计除了善尽社会责任 同时也准备了丰富的赠品 感谢大众的参与 这次更是将公司的磨豆机 以及精品咖啡包作为赠品 让捐血民众直呼相当值得 我们公司每半年会举办一次捐血活动 我们希望现在的地震也刚发生 其实我们台湾缺血还蛮严重 所以我们公司会响应整个社会的公益 来举办这个捐血活动 实际上号召周边的邻里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我们响应政府推的捐血一带救人移民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来捐血 在去年就参加战略活动的捐血活动 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且战略将它最好的咖啡产品 那提供给我们捐血人来享用 那这次也再次响应该公司的这个依据 来共同响应捐舞白细细 也让这个热血能够让需要的 生病的民众能够来多多利用 优扬的月音是内政部议政署的一男 在活动现场所吹奏 为了感谢大家晚秀捐热血 震撼也开放疗愈温室 供大家休息品尝咖啡 另外中兴分局以及监理站 也趁着机会前来宣导富有安全 以及道安尝试 让整个捐血活动更加有意义 记者张东仁南斗市采访报导